每晚午夜12点一到 所有人类都自动进入沉睡 整座城市也随之停止了运转 地心深处的外星人开始集体演奏黄河大合唱 不用基建规划地面瞬间也能建成高楼大厦 积极帮助地球人推进城市化发展 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他们将一管子的药剂全部注射到这对穷人夫妻脑中 再调整一下位置 上一秒还在吃康宴菜 等醒来之后就手捧82年的拉菲 吃着最贵的半头包 随随便便就说要请古神巴菲特来做客 而平日里喜欢克扣押金的房东 醒来后则变成街边的暴停小贩 他们的身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而外星人这样做的原因 竟是为了实验人类 把人类当作小白鼠 通过注射科学家研发的记忆药水 每隔12小时就能洗脑转变所有人的身份 通过控制变量法去探究人类灵魂深处的奥秘 而名叫约翰的男人作为唯一的幸存者并没有沉睡 默默站在一旁注射着一切 因为在上一次注射记忆药水的过程中 他突然醒来导致记忆药水没有完全注射 等他再次醒来时便失去了所有的记忆 一出浴室门就看到一具女尸躺在他面前 无意间还撞掉了身后沾血的匕首 难道自己是个杀人狂吗 想都不敢想 他整个人吓得拔腿就跑了 根据自己身份证上的信息 他得知自己叫做约翰 也知道了自己的家庭住址 直到那时他才发现自己有一个漂亮的妻子 可在回家的路上 一伙外星黑衣人拦住了约翰的去路 伸手运用原力并不能使男人沉睡 这让外星人感到很意外 当即选择用物理制服 没曾想地板碎裂掉了下去 随后两个外星人继续逼近约翰 关键时刻约翰本能集中注意力 竟也调动了原力 使他们身后的地板一一破碎 在一番打斗下 一个广告牌瞬间滑落 削断了其中一个外星人的脑袋 从中爬出一只奄奄一息的外星人尸体 约翰趁机溜走了 顺着地址约翰回到家中 看着眼前担心他的妻子 约翰竟毫无任何记忆 甚至当妻子说出自己 曾经被他当场抓住出轨后 约翰都无动于衷 妻子这下看来他真的失忆了 现在正是求和解的好机会 但是在这个时候 门外守候多时的警长 突然出现要逮捕他 因为警察早就发现了那具女尸 护肤心切的妻子 用肉身挡住手枪 掩护丈夫逃跑 当约翰走到绝路时 他发现一扇门凭空 出现在旁边的墙上 他没过多思考抓住机会就逃跑了 当警长追过来时 举着枪疑惑地环顾四周 心想这孙子会飞天遁地吗 怎么凭空消失了 约翰根据身上的名片 找到了一位心理学家 跟踪后他发现 医生面前的墙也凭空出现了一扇门 但约翰则无法继续跟进 门后正是通往地底的 外星光头老的老巢 而医生的真实身份是一位科学家 他为这些光头开发了那些记忆药水 到了午夜十二点 一切实验计划顺利进行着 等医生出来后 约翰着急地询问他发生了什么事 同时他意外地发现 自己有意念控制的超能力 看到那群光头老又过来了 他只好逃走再做打算 他从身上找到了一张贝壳海滩的明信片 海滩似乎是他的家乡 他搭上出租车 向司机询问海滩的位置 刚才司机还口口声声说 自己知道海滩在哪 但他思索片刻后 却记不起去海滩的路了 当他想坐地铁去海滩时 他却被告知只能坐直达车 但这列火车永远不会在站台停下来 这意味着任何人都不能逃离这座城市 但其他人对此却毫无感觉一样 仿佛一切就该是这样 这时午夜又来了 整个城市再次陷入了瘫痪 外星光头发现了约翰的位置 不惜一切也要逮捕他 看见他脚下的楼梯开始拉长变化 他赶紧爬上屋顶 看到城市里的建筑又开始扭曲变化 管不了那么多保命很重要 但是那些黑衣人紧追不舍 在战斗中随着建筑的变化 他摔倒了 虽然他抓住了护栏 救了他的命 但他发现他旁边的建筑正朝他的方向快速移动 如果他继续这样下去 他会变成一个夹心三明治 在关键时 他打破窗户躲在建筑物里 而楼下的一个黑衣人就没那么好运了 一个小黑衣人追了过来 约翰迅速打开了紧急出口的门 但外面却没有路 幸运的是 旁边的烟囱升起来了 约翰纵身一跃跳了上去 暂时摆脱追捕 而后这时瘫痪的城市又开始运作了 但约翰也被随之而来的黑衣人包围了 最后一刻警长突然开车出现救了他 当他来到警察局时 警长问他为什么要杀人 但约翰自己看起来很困惑 他怀疑是黑衣人安排的杀手 所以他问警长 你还记得今天白天发生了什么吗 因为他清醒的时候 发现这个城市根本没有白天 每12个小时黑衣人就会出现 改变居民的生活 警长被问傻了 好像白天只出现在记忆中 最近真的没有经历过白天 然后他问警长知道贝壳沙滩怎么去吗 警长脱口而出经常去 但具体问到去网的路线 警长再次陷入无尽的思索当中 约翰随即用他的原力操纵书籍 向警长证明了一切 警长更加困惑了 所以他直接释放了约翰 然后他找到了科学家 出乎意料的是 医生直接威胁要求约翰注入他面前的药物 并声称这样他才可以知道所有的真相 并结束这场可怕的噩梦 显然约翰不可能相信他 于是约翰拿起药带着医生去寻找神秘的贝壳沙滩 奇怪的是去沙滩的路没了 他们只能划船 一路上科学家开始解释着的来龙去脉 那些神秘的黑衣人实际上是外星生物 他们没有身体 通过寄生在尸体上来模仿人类 事实上他也不知道这座城市是怎么来的 因为他来这里之前的记忆也被模仿了 这些外星生物没有个体记忆和实现 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整体 但现在他们已经濒临灭绝 人类之所以不断改变记忆和身份 是因为他们想通过这种方式研究人类的灵魂奥秘 找出它是什么让人成为人 每个人都有独特的灵魂 还是人类只是记忆的载体 通过改变记忆人性能否恶化 从而成为另一个人 人类成就的独特因素是灵魂还是记忆 这个奥秘可能会拯救他们的种族 他们之所以有超能力 是因为城市下面有一台特殊的机器 可以改变物质结构称之为协调 约翰是个例外因为他适应了这里的环境 所以他发生了进化 可以与机器产生共鸣 从而使用协调能力 注射记忆药水时他突然觉醒了这种能力 所以他没有受到影响 说着他们已经来到了贝克海滩 但这里似乎只有一堵墙 镜头里什么都没有 只有一张海报 约翰不愿意他和警长一起打破墙壁 但墙外的一切都让他们完全目瞪口呆 墙外有一片星空几个人都惊呆了 原来这座城市是一艘外星生物飞船 它就像一片漂浮在宇宙中的大路 这时那些黑衣人也来了 在斗争中警察和其中一个黑衣人飘到了外太空 约翰也想反抗 但他发现他的妻子被视为原质 虽然他知道妻子是植入记忆后安排的 但他仍然无法忍受 所以约翰被他们抓住了 但外星长老不打算杀了他 因为他认为约翰已经进化的足够强大 可以承载他们的团体记忆 只要他们的团体记忆可以与他们融合 这样他们就有机会完全理解人类灵魂的奥秘 然而医生秘密注射给约翰自己特制的药物 无数的记忆瞬间涌入他的脑海 但这不是那些外星生物的记忆 而是医生特别为约翰制作的记忆 多年来他对外星生物协调能力的应用 使他也更加了解约翰 当医生发现约翰进化时 他们把拯救人类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 然后他们秘密地制造了这种药物 约翰吸收后直接学会了如何控制机器 从而应用协调超能力 当他醒来时 他可以很容易地控制物质的变形 一个念力震飞他周围的光头 偷头看到情况不好 集中所有的精神力量在长老身上 双方直接展开了原力队波 整个地下城市承受不了 他们强大的力量开始崩溃 一道强光冲破地本 直冲云霄 下一秒他们像神一样飘向空中 长老扔出一把飞刀 用面力控制 但约翰的能力更强大 飞刀穿过长老胸口 然后飞到100米外的洞水中爆炸 在无尽的星空中变成灰烬 这时约翰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因为医生在他的记忆中告诉他 只要他足够专注 他就能完全控制船上的机器力量 然后他想了想 突然大量的水被排进了太空 在约翰的控制下 这些水在飞船周围形成了海洋 原本被破坏的建筑在他的想法之间恢复了 城市里所有的人类都被赋予了新的生活和新的记忆 从此没有人会被篡改 此时此刻约翰就像这片大陆的主宰 整片大陆在他的心中慢慢翻转 终于迎来了久违的阳光 推开大门外面阳光明媚 蓝天白云下的海水波光灵灵 站在桥的镜头那熟悉的身影 此刻两人都没有了以前的记忆 但他们还是被命运安排 携手走向心中的贝壳沙滩